女子背着包包 校弄中走着走着 来到餐厅前徘徊 转身又往回走 敲了敲美容院的门 是要来坐脸吗 不是 她是来借钱的 事发在新北市淡雪区 6月1号中午12点多 当事店家颇文说 这名中年女子自称住在淡江大学附近 要去基隆上班 出门后才发现 忘记带手机 钱包和钥匙 想求旧隔壁邻居也不在家 才想借800元车资 店家圆蒙好心想给100元 但越想越不对 最后拒绝 而附近店家透露 他早已不是第一次借钱 他就说因为他朋友在基隆出事 然后他很急的出门忘记带钥匙 然后就说我请警察帮你 他就说不用了 谢谢 他就走 他就说如果我要找警察帮忙 我就不会找你 光是近半年 至少遇上两次借钱借 虽然不同人所为 但手法相似 让店家很困扰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忙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竟然这样打扰 对 就是还要再跟他就是应对 借钱借 出没淡水 周遭临近淡江大学每时间 多数同学没遇过 但假设被借钱他们都这样说 借钱耶 不论是能跟你借钱 你会借吗 会吗 然后我绝对不会理他 我会直接走掉 对 我是没遇过啦 借钱哥借钱借存出不穷 任用他人爱心骗取钱财图私利 小事几十元大则净千元 民众眼睛得睁大别让爱心被利用 东南新闻范酒姚婷新北报导 人 优优独德